那我們接下來這個空極合角 我們接下來又來定義一個重要的東西 今天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來談第五個重點 第五個 空極合角 高一上臨解到這樣就好 我們接下來來談所謂集合的軟鑽 可以嗎 我們來談集合的運算 其實講到運算這件事情 跟對象的關係 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是說 各位你知道 如果你的對象是數字 你的對象如果是數字 我們講實數 實數的運算是 基本上就是加跟乘 加跟乘 減是加上數的 就是加上所謂的加乎乘數 數就是乘上的倒數 所以基本上數的運算就是加跟乘 如果你的對象是數字 你的運算的結果 通常我們講加點乘數 那如果你運算的對象是幾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東西 集合怎麼做運算 加碼 養個金額怎麼加碼 怎麼減 怎麼承 怎麼組 怎麼去定義這個東西 那集合的運算 我們去定義他的家庭值 應該說 集合的運算 我們等一下會定義 這個符號跟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做集合的交集 這個叫做聯集 集合的運算是透過交集跟聯集 來做一些運算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集合的運算 第一個喔 來第一個 我們要來介紹所謂的交集 數字的運算 兩個數相加之後還是數字 不會說兩個數字相加之後變成別的東西嗎 所以同學兩個集合做運算之後 當然還是成 還是集合 你不會兩個集合做運算之後 就變成數字 不會嗎 集合做運算的結果還是集合 那我們第一個要做的結果 第一個要教同學的運算 叫做交集 那我們要定義什麼叫做交集 要來定義喔 要來定義 好 那交集的符號是什麼 是這樣寫 A集合 交集 B集合 B 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這個符號叫做交集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是由X這個元素所組成 那這個X呢 它會落在A集合的裡面 而且 這個X 也會落在B集合的裡面 那關鍵字在哪裡 同學他的P誤 我的關鍵字就是這個寫 你把這個寫把它全集 寫了很重要 在A的裡面 而且在B的裡面 你告訴我 所以我今天這個X 它同時在A集合跟B集合的裡面 就是把A跟B的什麼拿出來 共同的元素把它拿出來 所形成的那個集合 稱為A跟B的所謂集交集 你聽懂齁 所以交集是什麼 把這兩個集合的共同元素把它拿出來 所形成的那個集合 叫做交集 所以這個東西啊 你翻譯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共同元素的意思 我這樣講很慢齁 聽懂齁 那通常我們對初學者在學這個東西 會搭配圖形來讓同學做個思考 什麼叫搭配圖形呢 我畫圖讓你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交集 如果今天這兩個集合長這樣 這個叫A集合 這個叫A集合在這邊 然後這個叫做B集合 B集合在這裡 現在要問同學 現在要問同學 問同學 A交集B集合是哪一塊 中間這一塊 來中間這一塊 畫黃色的弦線 這一塊是怎樣 這一塊就是所謂的A集合 交集B集合 可以接錯嗎 可以啊 直觀啊 直觀嘛 對不對 來第二個 如果A集合跟B集合完全分開 A集合在這邊 B集合在這邊 好 那可不可以 我們幫團員告訴我 當這兩個集合 完全分開的時候 他們的交集 是什麼東西 他們的交集是什麼 沒有 A集合交集B集合 你要說 當於什麼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 叫什麼 空集合 所以他們的交集 叫做什麼 空集合 我們數學上 把兩個集合的交集 叫做空集合 這有個專主名稱 我們稱這兩個集合 是什麼關係 複製 互相彈製 好 要記得喔 我現在已經開始介紹複製這個名聲 複製喔 兩個集合 它的交集如果是空集合 就是說 這兩個集合是複製 互相彈製 好的 Stand 可以好 那我們現在考慮 另外一個極端的情況 如果今天有一個集合 假設這個叫A集合 它整個集合都包含在另外一個B集合的裡面 好 那我相信同學都理解 這個時候 A集合交集B集合 你告訴我是誰 好 給028 可以吧 好 應該不會出給30錢 30錢 我帶101 那時候抽選 我是分配101 來 告訴我 這座交集是誰 A集合 沒問題啊 好 所以來同學 集合的運算 我們已經介紹第一個 集合的運算 第一個叫什麼 交集 叫交集 很簡單 把光頭元素拿出來 形成的新的集合 叫交集 就這樣 好 你操一下 我稍微的感覺比較好 沒關係 休息一下 來第二個我們要彈什麼呢 我們要彈首人眼睛 剛開始學集合的運算 一定是先從交集的眼睛開始 來第二個我們要彈首人眼睛 好 連擊上寫 A連擊B 交集就是情況 在A的裡面 而且在B的裡面 那連擊是什麼 連擊怎麼立定 一樣是由S所構成 那X屬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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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屬於 來 關鍵字在哪 關鍵字在這個或 或 把它勸起 交集就是解 連擊就是或 在A的裡面 或者在B的裡面 那簡單來說就是 把A跟B裡面 裡面所有的元素都拿出來 且就是共同 或的話就是所有的 把你有的跟我有的全部拿出來 形成一個新的集合 這個集合叫做A跟B的連結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是或 這個就是所有的元素 把所有的元素拿出來 所形成的集合 把所有的元素聯合起來 所形成的集合 叫做連結 我們一樣透過視覺的話 來透過圖形 來讓同學學習這個概念 我畫我們是 A集合 B集合 這個來問一下我們班主學 而且我問你 A跟B的連結指的是 哪裡你知道嗎 在A的裡面 或者在B的裡面 所以指的是哪裡 這一塊 這整塊對不對 這整個綠色結線的部分 這一個就是 A連結的地方 就是把所有元素都拿出來 放在一起形成的集合 可以 這不拿 一樣如果兩個集合完全分開 A集合跟B集合 那他們的連結是誰 如果是交集喔 像這種完全分開 這種交集是空集合 那連結是誰 連結就是還是這裡 這一塊裡面的東西 跟這一塊裡面的東西 我們一起把它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 就是我們 A連結 好 就這樣子 OK 連結算喔 來第三個 考慮另外一個極端的情況 假設A集合 整個包含在B集合的裡面 那現在如果問 A跟B的連結 那A跟B的連結又是誰 連結喔 就是這整塊 所以A跟B的連結又是誰 就是你 好 好 我們現在集合的運算喔 我們已經定義完交集跟連結 你們有聽懂嗎 再講一個 好我們再講一個 我們今天就講三個 好 來接下來第三個 第三個 來看一下 我們定義所謂的插體 OK 那這個插體是怎麼樣的 插體是這樣 他這樣寫 A插體 B 我跟你講喔 這個 以前我開一本書 他說同學你不要念A-B 集合其實他沒有減的概念 他那個是插體 這個念插體 可是有些老師會圖方便 他會唸插 但其實唸插是不對的 集合我們沒有去定義他的加減之處 就是 這個叫做 這個不是唸插 這個叫插體 他怎麼唸呢 A插體 那有些書本他會這樣寫 他會寫A 然後他的插體 他會寫這樣 寫這樣 這個也叫A插體 可以喔 有些書本會寫這種樣子 指的都是同一個概念 指的都是同一個概念 那這個插體 他是怎麼定義的 他一樣是一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是這樣 S屬於A 單是 S 或屬於B OK 把單這個字把它捲起來 那 那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 X所構成 X在A裡面 但是 X不在B的裡面 這是什麼意思 在A的裡面 但是 不在B的裡面 就是把A集合裡面 屬於B的部分 什麼 它拿掉 它那個拿掉的概念 有點像是相顯的 那樣 把A集合裡面 屬於B集合的部分 把它去掉 聽懂嗎 我們把它寫一下 好 寫一下 我看看 這個什麼 寫掉 這樣 A集合中 好 B的部分 好 把它拿掉 好 我幫你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 這A集合 這個B集合 來 我等你喔 沒有關係 欸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欸 你操完嗎 可以 沒關係啊 這裡 來 我跟同學 你知道 AX級B 在這個圖形裡面 值得是哪一個部分 就是哪一個部分 這是A跟B的交集 所以 AX級B 就是把A集合裡面 屬於B集合的部分 拿掉 所以 這一塊值得是這裡 是滿面這裡 好 你用圖形直觀上 我們現在 先講說直觀 出學者不要太出去 不然你現在不會說不定 就先講直觀 讓你覺得 嗯 就合理 可以接受 這樣就好 來 那我再問同學 這是 AX級B 對不對 那我問你你知道 BX級A 在哪裡 就 在右邊這一塊 對吧 這一塊是BX級A 這其實是一種分割的概念 這個 你都要再慢慢去講 取個簡單例子 不然都沒有例子 所以可能不好 來 寫一個BZ話 好 A集合叫做B2 好 三兩個元素 我盡量舉簡單例子 好 B集合兩個元素 叫做2 3 這種例子 大家都可以理解 好 第一個 來 問同學 A集合 交集 B集合 來 集合的運算 交集我們講過了 交集就是把他們的什麼東西拿出來 共同的元素拿出來 所以他們的交集是誰 2 集合2 對不對 在集合裡面就一個元素 叫做2 可以 來 第二個 來 如果考慮他的連結 在A的裡面 或者在B的裡面 交集就是錢 注意喔 交集就是錢 連結就是貨 插集就是蛋 再另一邊 在B的裡面 同學那連結是誰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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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這次在問同學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以前有學生問過 他問什麼你知道 他說老師 集合這邊寫1 2 3 哪 那我這邊如果寫3 2 1 這個順序會不會影響 這第一個問題 然後他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不是說連結嗎 在他裡面 或者在他裡面 那我如果把這個都寫兩次 我寫1 2 2 3 如果我的元素重出型 這樣看不可以 你覺得可以了 你覺得洗還是不行 我告訴你都可以 跟排列順序 還有重複的次數都沒有關係 來 請一下 你元素的排列順序 還有元素的重複的次數 不影響你這個幾個的結構 來 排列的次數 還有 重複的次數都沒有關係 好 了解 OK 再寫一個 那我現在問同學 A 差幾 B 是誰 1 把 A 裡面屬於 B 的部分拿掉 所以 A 集合 差幾 B 集合 這個集合 這個可以連出 了解 那同學 那第四個 那如果問你 B 差幾 A 3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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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